我们来看真的是罢免朝真的来了 黄杰的罢免案卷土重来 这是罢杰的发起人徐尚贤 他说黄杰在立愿哗众取宠 荒腔走板中有言行举止 明显不适任立委 身为民意代表应该接受公开评论 希望让他知道选民不认同这样的声音 高雄不止一种声音 所以高喊扫除黄贼 高六清洁 黄杰回应了 很遗憾因为蓝白恶搞国会的纷乱 让有心人士找到漏洞趁势作乱 他说他自己在国会为人民发声 问心无愧可受公平 那我们知道黄杰算是陈其麦清点吗 他子弟兵陈其麦也出来说话 黄杰非常认真做事 在选区有很多市民对很肯定 但对于罢免他很有经验 而且民主社会本来就是多元不同的声音 我尊重各种不同的多元声音 那么另外一方面除了黄杰之外 还有于北城 桃源誓言于北城的罢免案第一阶段达标了 发起人游志兵 他说下一步的战术很重要 他说要罢免于北城的理由很多 主要是因为他常在电视上发表 荒谬言论又不做事 愧对选民容易引发社会不良反应 另外还有就是要教训民进党 虽然于北城是无党籍的议员 但其实有拿民进党的资源 因此某种程度算是民进党利益结构之一 才会选择发动罢免他 那也有特别提到罢免书已经通过了第一阶段的门槛 但离第二阶段三万六千份还有一大段距离 罢免战略跟战术很重要 游志兵说很多人都说第一阶段过了就要赶快送 但如果第二阶段的时间太短就很容易冲不过去 就前功尽弃 好那我们知道不管是黄杰或是于北城 要罢他们难度蛮高的 那先说说黄杰吧 他这一次有机会再劫难逃吗 我觉得困难度还是非常的高 主要就是那个选区结构的问题 但是要说他有认真做事的话 其实我想来想去我就只记得两件事情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凌晨四点的时候 然后去开门 然后开锁了之后呢 还告诉大家说你们凭什么去公布我的影片 那这是我的隐私 他连公共场合这件事情他都分辨不清楚 那是一个公共场合 如果今天你在家里头你做任何事情 当然没有人可以有你的影片 那影片那绝对是有问题的 但问题是你在立法院 你在立法院的走廊上做的事情 这个公共场合所做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要受公平吗 那第二部分当然就是前一阵子 那高雄闹水灾 然后他人不在这件事情 然后呢等到大家问说说那你去哪里啦 因为你的选区其实就是淹水淹的最严重的一个区域 就他那个区 整个那个区块就是淹水淹的最严重 其中有一些地方甚至于淹到一公尺 那么深的那样子一个地方 结果他人不在那人不在也就算了 那当大家去质疑他的时候 其实应该诚心道歉嘛 因为没有人可能预先预料的倒有水灾 那你也不是行政官员 坦白说当你不在的时候 你告诉大家说对不起 因为我去哪边了 然后所以呢我人不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的团队呢 为大家服务 对对为大家服务 可是你知道他恼羞成怒的方法不是如此 第一个他去盗取人家的照片 然后说你看我们的团队在服务 那是人家里长在服务 干你什么事情 所以坦白说我认为他的人品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观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黄杰真正的问题在人品 他的人品当中对于真正的是非黑白 是不问的他只在乎他的绿的立场 只要他绿的立场能够讨好 然后他就是非黑白 就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凌晨四点去开门啊 怎么样你们拿我能怎么办啊 然后呢我今天取巧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得逞了 怎么样你们拿我怎么办 就是他对于是非是没有标准的 所以他才会去盗别人的照片 然后还觉得理所当然 那他恼羞成怒的第二个方式就是 然后去质疑说那科资人也不在啊 科资人第一时间就先跟高雄市民说 对不起我在海外拼外交 他是那真的是拼外交的团 并不是私人旅游哦 所以他也跟大家道歉 然后也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个公务 那作为立法委员 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然后好好的拼外交 这其实并没有错 因为他在高雄跟不在高雄 高雄的水患 不会因此而减少或者是增加 但是关键点是他去拼外交 他尽他的责任 然后他也跟所有的市民去报告了 他不是向你谎解 就是你的说谎这件事情 才是你被质疑的问题 可是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如果是他的选民的话 我当然想要罢免他 因为我就讲了 我对于他的人品是有质疑的 但问题是 你要知道台湾 其实有很多地方 就是选民结构是固化的 那我觉得那个困难度 还是很高的 他说到了这个霸梁投票 几乎成了定局 那国民党呢也定调 反正现在就是正面迎战 所以投票日可能在9月下旬 或是10月初 国民党说他们评估之后 选择正面迎战 而且打算邀立法院长韩国瑜 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站台 权力冲高 不同意罢免票数 那么金融市府也说 市府尊重选委会的作业流程 做好一切准备了 以战战兢进的态度 持续专注市政 希望推动更多的市政亮点 让市民有感争取多数民众的认同 好 那这个 拆良团体呢 他们也说会持续推宣讲 推动 好 那谢国良 他事实上他也 早就启动了啦 他说今年3 4月开始 他持续做准备 让民众可以了解 施政成果 罢免其实是公民权的一种 只是从来没有行使过 鼓励大家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心中的那一票 好 所以也是谢国良也在吹票啦 要吹出这个不同一票的部分 加上韩国瑜柯文哲 有可能9月会帮谢国良站台 那个加持力道很大吗 是的 我想你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最近这一段时间 那么蓝营的很多的大咖 都已经陆陆续续的 每周都到基隆去 帮谢国良加油打气了 那甚至于站台 包括像这个我们其他的县市首长 张善政 卢秀燕等等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团结 为什么 因为太过分了 大家都对谢国良 感到非常的打抱不平 那么你今天台湾 就会变成是一个劳民伤财 没完没了 永远泄入恶斗的恶性循环当中 一个选举要选三次 对不对 选上了不甘愿 我就搞罢免 罢免成了以后 我还要再重新补选 那你就变成每年都在选举 而你这个罢免完全就是这种 鸡蛋里头挑骨头 为了罢免而罢免 然后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们今天之所以把选举 集中在地方选举选一次 中央选一次 就是因为之前台湾年年有选举 有时候还年中选一次 年底选一次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受够了 每年就选举就好了 我们才修宪修法把它变成是两年一次 一次中央一次地方全部集中在一起 任期也修改了把它通通弄在一起 结果你现在又搞得随时随地都在选举 所以大家都不用做事啦 选举是为了什么 选举是为了选嫌与能 然后让我们的民意受到了反应之后 让这些有民意支撑的人 好好的为老百姓做事 结果你不是 你每一天就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然后台湾随时都在搞对立仇恨 随时都在选举 那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根本的差异 就在于什么 我告诉你民进党太有钱了 他不怕啊 对不对 我一个选举选三次 一只牛巴三层皮啊 钱哪里来 他用这个都要搞死你国民党 那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太有钱啦 哪来这么多民间团体 每天吃饱饭没事干啊 他们都不用上班的 每天就搞这个就好了 我还各线市都有一撮人啊 钱哪里来的 谁给他们钱的 选举不用钱吗 罢免不用钱吗 通通都是钱啊 就是因为什么 民进党太有钱了 所以我一直选 选死你选穷你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啊 那你面对民进党 遍地烽火 你怎么办 你只能迎面痛急 我不怕 而且我也要你付出同样的代价 你只能这么办 不然你能怎么办呢 否则你就被民进党吃了死死的 所以这一次基隆的选举 它会有两层重大的意义 一层就在于全国性政治的一个重大的指标性意义 民进党如果觉得说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基隆市 没收的话那可好了 后面他们不就是照样的 真的全台大罢免了 没完没了的罢免了 然后他们就得士气高涨啊 对不对 哇那可话可多了是不是 那林又昌就可以洗白啦 林又昌跟郑文燦差不多啊 那不是很厉害吗 不是做得很好吗 不是青年才俊吗 可是选民用选票否定了你的一切 不但否定了你你还留下一屁股的烂账 那这下子林又昌就可以挟这样的一个事 去问鼎心北市啦 不是吗 那如果基隆这一战被我们给挡了下来 那就不一样了 他整个气势就买去了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整个的基隆人都觉得你没事找事做 你是来找基隆人麻烦的嘛 基隆人是很朴实是很善良的 是希望说好好做事的 结果你无事生非 你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已 基隆人是不喜欢的 然后你今天第一个 你怕你在基隆的这些过去狗屁倒灶的弊案 都像这个Net案一样 一个一个被掀出来 林又昌吃不完兜着走 对不对 第二个不要忘记四街工程 硬生生的被挡下来了 马上就没有电了啦 还想撑到2030年 基隆的四街不干 民进党只能喝溪北风 但是你这个四街工程不能盖嘛 既不环保也不安全 所有的审查不能通过 你就要换茶两杯枣 硬的来 那所以刚好换了谢国良当基隆市长 不让盖民进党还不把谢国良 吊起来打吗 不把他换掉行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非常的阴毒 但是在这个时候不要小看 因为我知道大家最近看了很多的民调 都说哎呀谢国良稳超胜券 但不 为什么 因为基隆很小 基隆非常的小 所以呢那个比例其实 人数换算成实际的选票 其实选票数很少的 再加上刚刚讲的 基隆人对这件事很反感 很反感是意思说 他们对于要搞罢免很反感 但问题是因为他的反感 而不出来投票怎么办 然后天气这么热 现在又是政治的淡季 对不对 放暑假 但民进党是来势汹汹啊 有钱可以做各种的动员啊 所以不可以小看 然后呢也要让基隆的市民 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 否则哎 现在超过35度哎 每天多热啊 你要知道当白礼猴父母官 那每天不是上班时间就够用的 是很辛苦的 随时待命 随时通通都要处理市政的 然后你看谢国良还要上班之前 也一大早7点去站路口 去跟大家拜托 如果不是有危机意识 他何必这样子呢 这个危机意识是对的 就是要提醒基隆人 你要出来投票哦 否则的话 你现在刚刚讲了嘛 我们这个门槛也太低了 你怎么会太不合理了 你怎么会以一个 他的当选票数都不到的票数 就可以把他罢免掉呢 这太不合理了嘛 所以你今天 谢国良是9万多票当选的 他现在7万多票就可以把他罢免了 这怎么合理呢 所以才要修 当然要修啊 其实应该把这个门槛提高的 否则的话这样的滥用 真的让台湾永无宁日 永远内斗 但是民众党不愿意啊 因为始作俑者是黄国昌啊 对不对 他不想打自己的脸啊 第二个 因为民众党没有人可以被罢免啊 他们没有选上立委的 也没有选上县市首长的啊 所以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严峻挑战的是 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嘛 所以民众党不配合 所以国民党才退而求其次的说 那我们严审联署的程序 哎呀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提高门槛 以绝后患嘛 你门槛提高了 不是只有民进党不能罢免 国民党啊 国民党也不能罢免民进党 就这个游戏不可以随便 这样子的玩嘛 不可以滥用 就这么简单 他门槛当然应该要提高啊 否则的话 台湾钱太多了是不是 要不然就拿去买那个没有用的武器 要不然就把台湾的钱 通通通都丢在每年选不完的选举跟内斗上面 这怎么会是对台湾好呢 所以我都觉得国民党就是应该要把门槛提高修法 就冲过去了 但是好没关系 现在就是要严格审查也可以啦 但明年就是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应战 那只能这样子啊 你就只能像大家所讲的啊 那也挑几个民进党的 来开刀啊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一战基隆还是很重要 会影响后面的士气 而且基隆谢国良如果能够顺利过关的话 你就看林佑昌 你还有什么脸去选新北市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您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ES Royal Care 或许多讯